很多朋友想看这个瓶子的木棍到底是怎么取出来的 第一次看到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怎么可能取出来 肯定瓶子内部有机关 今天就给大家证明一下 在不打碎瓶子的情况下 木棍到底能不能取出来 首先我要用到这个小球 让它滚到瓶口处 紧接着把瓶子倒过来 瓶口朝下 如果横着取 泪趴下 你也取不出来 紧接着我们不断移动木棍 用小球触碰螺母逆时针方向旋转 这里要不断的尝试 很多朋友可能在这里没耐心 就要砸瓶子了 多点耐心 多尝试几下 只要你不放弃 螺丝就可以慢慢松开 这个时候离成功就不远了 这个创意玻璃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觉得自己做得到和做不到 其实只在一念之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 只要你有信心去做 你就能成功 当你做到以后 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该怎么装回去了